今年4月29日 國務卿蓬佩奧宣布 作為2019年國防授權法的一部分 國務院將要求為進出美國國內外外交機構的 所有獨立5G網絡流量提供清潔網絡通訊 8月5日蓬佩奧宣布淨網的框架 包括乾淨的營運商、乾淨的商店、乾淨的應用程式 乾淨的雲端網絡和乾淨的電纜 在星期日蓬佩奧在推特上宣布 又有3個國家加入淨網 它寫說現在清潔網絡的另外3個國家 是巴西、厄瓜多爾和多米尼卡共和國 全球有53個乾淨國家 180個乾淨電信公司和數十家領先公司 已經加入走向可以順賴的5G潮流 還有更多 國務院之前表示 行業領先公司如甲骨文、惠普、 RELIANCE GEO、NEC、 富士通、C4、NTT、 阮銀和VMware等加入了清潔網絡 並拒絕和華為等 和中共監控國家有關係的公司 進行業務往來 引起全球關注 在美國推行乾淨網絡計劃後 歐盟也啟動了歐盟5G清潔工具箱 在10月23日 保加利亞、北馬其頓、 科索旭三個歐洲巴爾幹半島國家 和美國簽署了高速無線網絡安全協議 加入美國的乾淨網絡計劃 到現在 已經有27個不約國家加入淨網計劃 中文言 主義財政策 中文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